游行人士先在铜锣湾的东角盗集会 然后在下午3点起步前往立法会的大楼 他们不时告呼香港不要梁振英 香港不要梁军燕等口号 参加游行的新任立法会议员朱凯迪表示 民选议员有权宣誓 而游行是保护和捍卫立法会的尊严 他拼命立法会主席梁军燕 甘愿执行梁振英连任的政治操作 事件的主角青年新政立法会议员梁送衡也参加游行 他感谢愿意站出来捍卫公益的人们 香港警方指 这次游行的高峰期有360人参加 另外中共党媒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发表署名文章 指青年新政的立法会议员梁送衡和游慧珍 在宣誓时侮辱国家和宣扬港独 呼吁香港各界要以各种方式 拒绝这种违背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人进入立法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陈盘发自香港的报道 作词者陈盘参加